台中市警方日前在超商内 发现了一名金髮越级男子 反复提领大量的现金 行机可疑 而一查发现他果然是一名车手 但是正当远警要把人带上警车时 用余光发现了超商外的另外一个男子 行机可疑 他不但是刻意闪躲 下一秒还拔腿狂奔 甚至一边跑一边丢卡片 远警骑车抓到人 发现他也是一名车手 当时他准备要到超商买饮料喝 看到警车停在门前 以为是要来抓他的 轻虚落跑 也让警方在同一个地点一键双雕 哈喽 远警才刚要上前盘查 没想到男子二话不说 拔腿狂奔 拔腿狂奔 先跑向快了 然后再跑 再跑 男子穿梭在巷弄内边跑 还边将身上的卡片丢掉 最后筋疲力竭 躲进面摊内 被随后赶到支援的警力 合力压制 好 什么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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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跑了 事实上远警一开始根本不是要抓他 当时远警前往超商调阅炸气案的监视器画面 发现一名金法越南籍男子 提款机前不断地提领大量现金 果然一查是一名车手 你现在之前炸气 金法越南籍移工身上查获10万赃款 还有多张金融卡 正当远警要将他压上警车时 余光发现超商外 另一名穿着黑色上衣的移工刻意闪躲 察觉有异症准备上前盘查 男子就心虚落跑 前半有掉两件货品 软性男主不但为失联移工 更是另一团诈骗集团车手 原来他早在一年多前就被雇主通报失联 是另一个炸气集团的车手 当时只是要去超商买饮料 看到警车以为自己行迹败漏 远警要来抓他 意外露馅 警方机敏察觉 一箭双雕 谢谢我们程世杰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